全球晶圓代工龙头台积电 在昨天召开临时董事会 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 其中在核准 以不超过一亿美元的额度当中 认供安摩普通股的股份 最受市场的关注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在日前表示 安摩是台积电的生态系统 技术跟客户的重要组成 台积电希望它的成功 而美系的分析司则是表示 市场原本就预期台积电 渴望投资安谋如今成真了 未来在半导体生态系当中的地位 将更加稳固 短线是有利于市场 看多股价后续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